女嘉宾小李二十一岁 来自江西汽车销售 女嘉宾小如二十岁 来自江西前台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哎呀 脸色都不太好啊 你们俩谈恋爱多久了 一年半 一年半 对 是你的初恋吗 是 哦 今天来干嘛 我觉得她太没有金钱观念了 她花钱根本没有鞋子的 不会吧 这姑娘花钱无节制吗 就是比较喜欢爱买衣服一点 哦 就喜欢爱买衣服一点 哪个女生不喜欢呢 对不对 要喝只是买一点 哦 你每天都在花几个小时 在逛淘宝 凡是你看中的 直接一键加入购物车 你就是这个月买不了 你下个月一发工资 第一件事情就清空你的购物车 这就花去了一个月 一大半的工资了 哦 月初吧 她收的快递很开心 等到月末的时候 那就只能剩下零花钱吃泡面了 是吗 姑娘 是吧 哎呀 这泡面看来没什么营养 你看你姑娘吃的 而且吧 我还发现 她不剪吊牌 她也给人家退回去 她这样就可以一直穿新衣服 我的天哪 这是你干的事 那人家淘宝不规定说 七天无理由退款吗 我买回来只试一下 更何况我也有把好的留下来啊 然后不好看的我也退回去了 人家那是七天无理由退款 人家是什么问题 人家是不能穿 有质量问题才七天无理由退款 哪有像你这样的 你再钻空子 我要是淘宝商家 我都不乐意卖给你 啊 我哪有钻空子啊 不好看的才退回去啊 啊 好吧 还有别的吗 有 去年过年回去 她为了臭眉 买了一个长靴 然后配个短裤 超短裤那种 然后她就回着动了一天 然后晚上回家 就跟她在那吵吵说 我膝盖疼 我腿疼 我肚子疼的 我就觉得她比我妈管了还多 我已经是成年人了 穿什么是我的自由啊 是是是是 你疼不疼 疼 疼啊 疼她妈还穿呢 女生爱美 是吧 这个我觉得 我非认她穿个秋裤 她就是不干 还跟我操操 别老说秋裤这点事 曲纵穿秋裤 她腿也疼 这没关系 这个我觉得都是小节 还有别的吗 有 每次出去逛街 我必须得拉的 我稍微一不留神 她就直接丢了 她凡是看见反光的东西 她就走不动到 她不摆俩姿 她就难受 那会我头发不是很乱吗 我去整理一下 那怎么了 就是她喜欢照镜子是吗 对 那没什么 女孩子都爱美嘛 没什么呀 逛街也就算了 她只要一逛街 我就直接变成她的 一栋一架了 只要她看中了 全部往我身上堆 堆完了吧 她一件一件去试 试完了 我还得一件一件 给她意见 给完了还不算 还不能再重复的 一带重复的 她就说我在讽刺她 就说这网评 还不能重复 是的 你还得变着花上的评论 不能再重复的 比如说这件衣服很合适 下一件就不能说了 对 你要说的话 她怎么弄你 回家会吹吧 珍贵假贵啊 珍贵 我的天哪 难怪她这裤子 你看都跪泼了 这本来就是她的问题啊 她事特别多 出门让她倒个垃圾 她还得给我涂一层防晒霜 那出门出去玩 那更不得说了 那得全部武装出门 是吗 她所有东西都得戴上 不仅涂防晒霜 还得让我给她戴上什么 这扬闪 墨镜 全都得戴上 戴上也就完了 她还让我帮她拿着 你知道吗 她出门 我的状态基本上就是 肩上背着包 然后左手撑着伞 右手拿着水壶 跟整个人 吃过黄娘娘出宫似的 娘娘出宫 有一次出去玩 我约她上岛上玩 然后出门 可能比较着急 忘带防晒霜了 她正好腰补 然后她就 直接当着那么多路人的面 真的对我指头慢脸的 整得我很受伤 那本来就是你的穿 你约要出去玩 你补到防晒霜 那不是得晒黑吗 小伙子 你这一年多是怎么熬过来的 你告诉我 一定是初恋 所以我不想说轻易的就结束了 你看男生是这样的 一年多忍下来 为什么现在要提出分手呢 或者不想继续除了 我现在实在受不了了 怎么了 她一开始的信用卡 就是一个月的单 她现在呢 直接按接了 力滚力的 直接是这个月透支下个月 下个月透支下个月的 就是为了买衣服是吗 对 各种衣服 化妆品 她这钱是花她自己挣的工资 还是花你的 还是把你们俩的都花了 再问父母要啊 把我俩的都花了 是吗 我连房租都是从牙方里挤出来了 我只是多花了她 两三千块钱而已啊 你那光只花两三千吗 光还信用卡你都不值了吧 这个她会问别人借钱吗 借 也问别人借 对 问什么人借 而且还不告诉我 是我一次偶然机会发现 她才说的 问谁借钱 问她朋友借 闺蜜 借钱干嘛 还是为了买衣服 不是有那么多衣服好买吗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 我一个月平均用的话 也就四五千块钱 四五千 你一个月多少钱啊 三四千吧 这钱全买衣服了 这还算少的呢 还算 那其他的钱从哪来啊 我只能我自己去 一个人上两份工作啊 还要兼职 对 她一个月信用卡要还多少钱啊 就已经七八千了 还有房租和你们俩日常的开销 对 房租完全是我一个人在付销 那你是男的 你肯定得付房租啊 哎呀我的天哪 姑娘你控制不住是吗 就一上班无聊下来 然后就看淘宝 你看了 你可以不买啊 不买就觉得心里不舒服啊 为什么不舒服呢 就觉得那么好看 为什么不买啊 趁年轻多买几件衣服啊 可是你没那么多钱啊 她没钱就刷信用卡 透支下个月的 你跟她谈过吗 我跟她说过 她说我买衣服正常 我不买衣服我怎么穿 我怎么出门 而且她买就算了 买完她从来没有收拾过 今天穿的衣服扔完了 明天穿新的 新的完了扔在那儿 从来没收拾过 谁收拾 你再收拾 对 而且那吃完的外卖盒 都堆在那儿 都照脏印了 我那天不是突然有事要出去吗 我本来是想晚上回来收拾 更何况我衣服是放在那里 不是堆在那里 那衣服也没弄脏啊 我过两天还可以再穿啊 那你是不是有衣柜 你为什么不整理进衣柜呢 那你买衣柜来是干什么 摆设吗 我问问啊 她对你穿着会挑剔吗 何止是挑剔 我稍微一穿不立枕的 出门都不太搭理我的 走路都跟我分开走 遇到熟人更不要说 跟我装的跟陌生人似的 那她给你买衣服吗 我衣服都我自己买 她不给你买 对 她只为她自己消费 那天我穿一个裙子 一个高跟鞋 然后你穿特别宽松 一个大裤衩 然后你觉得我们这样 站在一起合适吗 我天 哎呀我再问问 我自己穿着舒服不就得了吧 你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干什么呢 她会评价别人穿衣服吗 你别说穿别人 她连路人都没放过 那时我俩走大街上 她就在那评论别人 说那个女生包包是假的 然后那男生才不适合穿裙子什么的 结果有一天她让人路人听见了 人路人找她来打架 最后还是我 在那死气白烈的 找人道歉 才把这事摆平 她这种疯狂购物 是打你认识她开始就这样的 还是 一开始她不这样 后来我才发现的 她特别注重外表 那打扮肯定是 每个女孩子都爱的呀 这是天性好吗 那哪有正常人 像你这样过日子的 一个月吃半个月泡面 你也跟着吃 那我没办法 我只有钱够吃泡面的了 姑娘 你不买 你能控制住自己吗 感觉看到衣服好看 就会直接买下来啊 除了衣服之外 其他的好东西 护护品啊 好看的东西 护护品啊 各种的 只要她看中了 她通通全部都要买回来 那要不够钱怎么办呢 信用卡呀 信用卡刷爆吗 月底再还 刷爆了也买不了的东西呢 那就等着下个月再买呀 发了工资再买呀 就是一定要买回家是吗 对 我觉得挺好看的呀 我不太能理解 余老师可能比较能理解 来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文卷 你怎么看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传说中的 购物狂了 但是他会认为 女人爱美 这是应该的 所以他认为爱美应该的 和自己爱美 它是没有界限区分的 那从心理角度而言 我特别想关心 你是在一个怎样的家庭 当中长大的呢 就是从小不会愁 没有衣服穿 没有东西吃啊这样子 小时候想要什么 爸妈妈也都给对吗 对 对了 所以 她的问题就在这儿了 当然爱美呢 我同意你一句话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但是 有了面子 里子哪里去了呢 你看啊 我帮你分析一下 你为了美 为了得到你想要的 你在淘宝上购物 七天退货 我们可以把它成为 你在透支你的人品 第二 这钱不光月光足了 一环一环的透 你的经济问题也出来了 第三 男朋友提到了 为了爱美 可能膝盖啊 这么年轻也出了问题 你的健康也被透支了 而且你还要从 你朋友那里去借钱 也透支了你和朋友的友谊了吧 他们会怎么看你 这些你想没想过 我觉得自己开心就行啊 那你就不管别人了吗 男朋友你没买过一件衣服 我们有发现 你真的爱你的男朋友 他只是你的一个陪衬 帮着去享受 你喜欢东西的拥有和战友 我只能说 你太自恋了 那么这是一种瘾 你现在控制不住 想停也停不下来 所以这个说实话 还真得好好地置一下 要不然你想一想 你的男朋友爱情也被你透霉了 如果不是初恋的话 我估计一般男人早就走了 但是今天他也被透支的差不多了 那我想问的是 你还有什么 我说句难听的话 你一点都不美 你只是把自己装得很美 最后你会一无所有 如果你不能意识到这一点的话 你有多美就有多丑 OK 好 谢谢 谢谢余老师 余老师说的话 你听明白了吗 姑娘 明白 你丑吗 有点 其实还好 你买衣服买很多 护肤品见到好的就要买 是希望自己更好看是吗 对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 就是挺不自信的 就是想多买一点衣服嘛 这样就可以显示自己 比较好看一点 好 我问你 好看有什么用 至少我男朋友看着好看啊 我觉得 所以你拼命地买 买 买 是不是让男朋友更爱你 让别人更喜欢你 是吗 对 你觉得因为你的买 你的护肤 现在你的男朋友 更爱了你一点吗 没有 反而争吵的比较多 好 那你买买买 有用吗 好看有用吗 我们可以爱美 但是我们更要爱别人 爱人比爱美重要 其实你在所有的陈述当中 我没有听到你爱他 为他做什么 但是你说我买衣服 我买化妆品 是为了让他更爱我一点 所以你还是希望他爱你的 对 也是希望你能够去爱他 你们分享爱的这种美好 对 但你方是错了 大错特错 爱情不是靠美丑 来让他永恒的 爱情是靠爱 才能永恒 而小伙子 我刚才不太明白啊 你明明知道他的方式 很多是错的 然后回家让你跪错板 你就跪了 为什么跪啊 我一直想着他能够改 他能够改 跪下他就改了 人家说男儿膝下有黄金 你想让他好 但你的方式也是大错特错 你纵容了他 你误导了他 所以也希望你在爱情当中抬起头 按照你想要的方式真诚地对待他 一味的纵容不会收获你想要的爱情 只能把你俩拖入深渊 到了今天这样的程度 听起来很累 所以累了就算了 好吗 好 谢谢 谢谢阳老师 女孩我问你一下 就像这种 不计后果的买 不管自己有多少钱 然后这个是跟他在一起之后的习惯 还是一直以来就有 后面比较 比较厉害 前面也有 对 不会这么严重 前面花光了钱 谁帮你来付呢 就是月光族嘛 把我这个月的工资花完 你知道透支了怎么办呢 透支下个月的 透支下个月的 对 有时候就是爸妈还会给我打钱 我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就是体会你的感受 我更觉得 或者说我更愿意 觉得你是一个孩子 因为你在说的时候 我就突然就想到 我儿子 他在买玩具 看到喜欢的玩具的时候 那是不计成本的 因为他没有概念 然后呢 他就想得到 而玩具买回来不久呢 就放在一边了 并不去珍惜 就如同他买了那么多衣服 都懒得去放到柜子里去珍惜 然后再去重复穿 他总是换新的 这种角度上 特别像一个 只知道索取的孩子 你不会知道说 如果出现这种后果 自己能否承担 你不会去爱对方 你都不知道为男朋友 去买一件衣服 你也没有看到他 打脸份工的辛苦 你没有心疼 这就是一个孩子的思维 孩子 不懂事的孩子 是不会为对方去着想的 所以呢 我觉得你先成熟起来 学会珍惜 才会学会爱 男孩呢 你当然是有责任的嘛 你既然不是他的父亲 你就要做到 你像一个男朋友的眼 当你好不去劝阻他 做一件错误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父亲的角色 而且还是个不太合格的父亲 当现在无法承受的时候 你就苦着脸 说我其实是他男朋友 我承担不了 但你为什么不在他 越陷越深的时候 给他及时的挽回呢 这就是你的问题 如果说你们中间真是有爱 只是表达方式 不会的话 那去学怎么去爱 怎么去表达 如果这两点都不是 最好是分手 不要彼此痛苦 颜格林有一句话说得好啊 说一个真正美丽的女人 她的美不在于她自己 而在于她营造出来的那个氛围 你比如说 一个勤俭持家的母亲 可能并不美 但她营造出来的家庭气氛 一定是整洁和谐的 一个好的女老师 可能并不美 但她营造出来的课堂气氛 一定是活跃而愉快的 一个负责任的售票员 她可能营造出来的 整车的气氛 是让人平静而快乐的 你觉得你今天营造出来了 什么气氛 你让我们所有的人都不自在 那即便你穿得再美又有什么用呢 愚蠢的女人 把男人当成一种养料 来为自己的虚荣 但聪明的女人 用自己的虚荣 当成养料来为男人 去激发她向上 而你恰恰属于前一种 你害自己也就算了 你还啃老 你还害你的男朋友 你穿那么美有什么用呢 记住 自己穿得怎么样不重要 关键在于 你营造的这个气氛 舒不舒服 至于男生 他不美 代表你的审美能力很差 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也滋养了他的虚荣 所以从某个角度上 我看来 你们俩真的应该好好反省一下 想清楚了怎么做人 怎么独立 怎么爱护自己的自尊 再去谈所谓的情感问题 好不好 就点 这段主题的关键词就叫成长吧 需要成长 女生需要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女人 男生也需要成长 要成长为一个 能够带着自己心爱的女人 前进的这么一个男人 大概成长都不够 我希望你能够意识到 过往那一段 你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这个真要想清楚 其实好像于老师已经说过了 你的几个透支啊 这种透支对你的生活来说 是特别可怕的 以后的生活不要再这样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他们自己吧 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我只是希望他自己能够 意识到他现在的错误 也希望你通过自己不断地成长去说 把这个东西去改掉 只要你改了 我可以陪着你走下去 后面的日子我也可以说让你买 但是你买的同时能够顾及一下别人的感受 今天听这几位老师说 我觉得我之前确实太爱买衣服了 也有很多地方做得挺不对的 回去之后我会尽量赶 就希望你不要跟我分手 不要离开我 如果还承认是彼此的恋人的话 就共同去改 这还真不是一个人就能做到的 谢谢两位 回去吧 来 请关门 90后的一段啊 特别像一个孩子 没有长大的孩子 没有任何的观念 我喜欢的我就一定要要 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变成他们的成长课 促进这对年轻人共同地 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吧